今日焦点我们看到的是美国总统川普确诊之后 他的实际病况到底如何 外界所知是并不多 那么白宫医生最新发表的声明 他说川普在10号 也就是他确诊10天过后 就可以解禁参加公开活动 那么川普是真的就不具感染力了吗 把时间交给慧平 好的谢谢慧云 没有错这个美国总统川普在确诊 将近明天就是第10天了 但是现在白宫的医师却挂保证说 他已经没有问题 明天或许就可以出关了 那其实白宫从上到下 这个我行我素的态度 现在也在美国的百年的媒体当中 进行出现了一些不开心的反应 我们先来看到时代杂志的最新封面 这是黑夜中的白宫 但是它上面却有一个浓浓的红色的迷雾 那这是什么呢 仔细一看你会发现都是大大小小 密密麻麻的新冠病毒 我们可以看到隐约可以看到 Time时代杂志的字样在这里 而时代杂志在这个IG上发表 这则封面的时候 他们也强调说 我们现在有一个着迷于权力 跟支配的总统 他一直拒绝他是一个 已经年迈的 而且已经生病的 而且相当脆弱的老人家 但是其实总统跟我们大家一样 都是血肉之躯 也因为他的铁齿让现在白宫成为一个新冠肺炎病毒聚集的地方 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另外一家百年媒体纽约客 他的封面是在讲说 其实这一次从川普确诊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他出来开记者会 都不断告诉大家说他有多好 那其实这样的一个现象就会让媒体觉得很奇怪 你是选择盲目不去看 还是你已经被这个权势冲昏了头呢 所以他们最新的封面是看到 美国总统川普他的脸上照的是一个口罩 好我们接下来就来看到 在这个今天算是美国总统川普确诊的第九天 但是白宫的医师已经发出了声明 他发出了备忘录挂保证说 川普最快明天就可以出关了 而根据纽约时报的消息也显示 川普在12号有可能会出席 匹斯堡的一场公开活动 当地的官员也证实他会出席 但是目前详细的一个流程还是不清楚的 但是我们现在确定的是 美国总统川普他虽然还没有出关 但是他完全闲不下来 每天都有新的新闻 他接受福斯新闻专访说 他相信自己已经不具任何传染力了 他还说如果今天晚上就能够造势的话 我真的很想来办一场 而且此外他还说他拒绝视讯辩论 因为现在主办单位说 因为他可能是确诊的情况之下 认为以安全起见第二场的总统辩论会 希望以视讯的方式来举办 但是他在接受福斯新闻专访的时候 他说他不会参加 因为坐在电脑前面连线太可笑了 而且随时都有可能会被主办单位 切断他的讲话权相当的不公平 而且他还说主办单位这么做 根本就是要保护拜登 而且拜登这边也其实也进行回应了 他说美国总统川普 其实每一刻都在改变他的想法 到底会不会参加还不知道 但是如果要视讯连线的话 他是相当乐意参加这个远距辩论的 那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总统川普他之所以拒绝这个远距离辩论 他觉得很可笑 可是其实这早有潜力 在60年前就是1960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呢 尼克森和甘乃迪也就进行了一场远距离辩论 那时候甘乃迪远在纽约 尼克森在洛杉矶 两个人一个在东岸一个在西岸相距4800公里 用电视连线的方式 主持人也远在芝加哥3D连线 在那个只有电视的年代都做得到的 更何况是现在有网路这么方便 为什么不要呢 但是总统川普就是任性 而且他更任性的是什么 他现在每天都一定要上传一则 他的催票影片 最新影片是他站在这个白宫的草坪上 向老年族群喊话 他说老年人是他最喜欢的族群 而且他自己本身也是老年人 而且他要大家说 你看我现在确诊之后 我有药物之下 我恢复得相当好 也要大家不用担心 因为这些药物 他都会免费发送给大家 所以我的人最喜欢的人 在这个世界 他们的成员 我一个成员 我知道你不知道 没有人知道 可能你不必要告诉他们 但是我一个成员 但是我们现在 我们有病毒 现在 我叫他们治疗 我去到医院 前一天 我非常疯独 我拿了这种病毒 然后它是真正的 真正的 我可以出席 他们给了 Regeneron Regeneron may have some treatment effects but it's not a cure We're taking care of our seniors and this medicine in particular one medicine was unbelievable you're going to get the same medicine you're going to get it free no charge and we're going to get it to you soon Even Regeneron would say it itself you know nobody's been cured of it Things that would take two, three, four years are taking a matter of weeks or even sooner than that and that's because of me 100% no cure for COVID and to pitch it as such is a lie and is dangerous and is dangerous